光明成诗开示 四十三 关键词 菩萨圣者教言当赎颂串席 关于活佛灌顶 解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关于如何回向 何为金刚颂 毕生需修行 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 大臣金刚经论 是伪金 真的伪得难以考证 请问再过五百年后 会不会有人说 六祖弹金也是伪金 可是六祖弹金 利益了多少人啊 金刚经论依附如是 很多菩萨圣者的教言 我们该当反复赎送踹席 现今的人追求灌顶加持 也是一边倒了 某某有名就是他的上师了 真正的上师 现实只有释迦牟尼佛 分别你的上师 我的上师 实在毫无意义 很多所谓的活佛授记 转世再来等等 实际都是为了维持 他们团体的一种方便手段而已 如果真是活佛满天飞的话 也不是末法时代了 名誉有如江河 浮在上面的都是轻浮之物 伟大的德行如同真经藏在河顶 真正的贤者隐浮了 不然不叫影子时代了 如果佛们能把你出轮回 那么这个五着恶事早就度尽了 解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信师众教 而不是依赖你的上师国佛们 还有的喜欢到处朝拜 不如你安心静待一个地方 朝拜自己的心 据说群里有个道友 在学习五不大论 为了宣传教育 每早要发两百四十个群 宣传是好事 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古时大德带弟子 从不如此这般复杂 简单两个字 背经背经背经 从不跟你多说早晚背经 白昼苦行 背经到一定程度了 真正体悟到了 才放你下山参学去博文 现在的教法反过来了 一开始 无理糊涂学了很多 什么都知道 最后还是什么不经 诸入佛门者 一定要先选第一本经 一门深入下去 一经一咒一本尊足够了 一经四咒里 是教你背诵金刚经 从佛的般若之鉴入手 学佛就得先学佛的之鉴 地藏经不需要你背诵的 地藏经叫你做人 不说往生圣土 孝敬父母 尊实众教 这是佛法的根 根本不顾 知夜必枯 每日诵持地藏二咒 就是培得基辅 就是基础 每日诵释迦牟尼佛心咒 就是不失 根本上师传承 每日诵金刚经 即总持咒 就是积累开悟资良 日久公身 自然身空 心空 信空 法空 一经四咒 欲深入 欲回味无从 不是自在毁他呀 真的可惜 众多虔诚修行者 如我当年 盲目消闯 现今的人 有几个听代理佛的话了 有几个在 诵持代理佛经咒 四处问问 真的好少 诵金刚经的倒是多 可是莫把这颗 无价宝珠 用于换你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你要发愿 回向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继续深造 来生 他连花而来 普渡众生 愿力不可思议 莫清是发愿和回向 无数轮回中的知青 等着我们呢 二 有道友问 金刚颂如何颂 实修方法真的 透露了好多 多多阅读体会 窍诀可以说是他人没有的 很多道友有疑问 他人只能给你笼统的概念 大而模糊的开示 那些心灵鸡汤之类的话 不如不喝 金刚颂是内政契机 源于中交胃气 人的灵魂那里 开启的窍门是基在目 于是观想深空 内政功力愈大 金刚颂的音不是猴音 因为内政才能振动口 舌 唇动 金刚颂很少出身的 内政的好功德非常强大 可以迅速进入 深空星空境界 也可强烈破坏一个法界 佛菩萨诵经持咒 绝对不会出身的 也不必要出身 一切甚者 因为身心灵与宇宙 融入一体 他们的经骤身 只是内政 改变内在 外境依附改变了 三 修行是一种心量 不断扩展的过程 没有有觉有照 不可能进入 无觉无照的境界 背诵下来金刚颂之后 观想那个笼罩你的光 要慢慢扩大 其实心量也慢慢扩展了 安班熟悉时的 一吸一呼 观想慢慢扩大 你的心量也慢慢扩展了 仅仅理解了 还不是礼物 礼物了 要一步一步行悟 老老实实证悟 最后才能觉悟 修行的路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是说 背诵下来金刚经 马上有灵印显现你看 要用毕生的时间 努力不懈下去 届时才会真正体会到 经历不可思议出 各位有缘 多多努力 一经四周 绝对让我们受益 深深逝世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